整个老百姓啊 劲个真高兴 兄弟们 今天为什么高兴 因为今天 铁又要给大家来一个 真人 真人版的大电影 这个男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个沙滩上 为了生存下去 他捡起地上的石头 准备跑去内陆发展 可觉在这时 男人再次睁眼 看着眼睛的尸体 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终于 在复活了无数次之后 男人终于明白 石舍里的老外太残暴了 即使是到了夜里 他依然无法躲过 被老外欺负的命运 啊 难 太难啊 不过好算 黄天不复有心人 在经过无数次的死亡之后 男人终于离开海南 来到了内陆发展 并在这里 捡到了他的第一线装备 红衬衫 内陆果然很飞 男人又在这里 捡到了斧头和弓箭 可觉在这时 竟然是个高夫帅 尖刺装后 男人赶紧扑下睡袋 然后拉起了弓箭 哇 您才怎么着 没有耐久度了 男人心慌之余 只要又扔出了斧头 结果飞弹没有打中 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啪 好可怕 眼看小命不往 男人只要扔出了自己最后的秘密武器 都换手了 啊 又哑火了 不过男人没有放弃 继续捣过手里的土喷 可是却一发也喷不出来 男人在他醒来露出了微笑 原来这些都在他的计划室里 要就是同归于尽 他要的就是心跳的感觉 终于 男人从一个罗鸟 逆袭成了高夫帅 然而在这边危机四伏的大路上 他真的能够生存下去吗 好可怕 我做的 我做了